刚好昨天有一些剩饭 一些隔夜饭 今天来做一个香菇菜饭 食一吃酥等于风一吃酥 食一日酥要八日风 我是其善素食大厨刘勇 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素食烹饪心得 这个香菇菜饭我们用的是上海清 我们清洗干净之后 把这个菜帮给切出来 这个菜叶子我们另外放 这样等一下比较会好操作一点 我们首先把这个菜帮切成小粒状 然后再把这个菜叶子也切碎了 另外放 这个香菇我们也切碎了 胡萝卜也切碎了 到底要切多碎呢 你就切得比那个米粒大一点就可以了 来我们开始炒这个香菇菜饭 首先就把锅烧热先 这个锅是新买的 很多家人朋友在评论区里面问我 买什么锅好 这个锅我是在一个比较大的超市里面买的 一些比较大品牌的锅 它原价是500块 那天我就看到了有个特价打五折的 所以我就买了这个锅 我以前也是在网上买锅 都觉得不怎么好用 还是在那些大超市里面买比较好用一点 用的比较久一点 就是说一定要买 要去大超市买 买那些大品牌打折的锅就很划算了 买锅的时候呢 要挑那种比较重那种 那种质量比较好一点 好 我们把油烧热之后呢 我们就先炒香菇 把这个香菇炒香醋呢 就炒这个胡萝卜 胡萝卜炒香醋呢 炒这个菜帮子 做这个菜饭呢 我就喜欢菜比饭多 这样才好吃 这个菜帮子炒香醋呢 我们倒入米饭 这是隔夜饭呢 隔夜饭比较好炒一点 如果你家里面没有隔夜饭呢 你把那个米饭放凉了 吹一下也行 所以这个时候呢 有一锅好锅就比较好炒一点 如果你那个锅不好的话 它会粘锅呢 就有点麻烦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开始调味了 用到一点素汉堡肉碎 这个比较香 有一个比较特殊的香味 放到一勺就可以了 再来上一圈的松茸素蚝油 再来上一点点松茸鲜 你看它的鲜味 就这么简单 像我们炒到这个米饭 在锅里面 哔哩巴拉响的时候呢 就可以倒入我们的菜叶子 这个时候呢 我们磨入一点现磨的白胡椒粉 喜欢吃的可以来多一点 最后来上几滴芝麻香油 好 这样就完成了 所以有一口好锅的话 做这个菜饭呢 就是得心应手的 我是很喜欢吃这种菜比饭还多的菜饭 有时候我会特意多煮一点饭 直到明天去煮 我放了很多香菇 所以香菇味很浓啊 再加上脆嫩清甜的上海芯 是香味俱全啊 其实里面也包含了很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各种营养 一口一口很满足 最后呢跟大家说说这个锅的保养 比如说你不要很热的时候拿去洗 要到放凉了再拿去洗 轻轻用布这样擦一下就好了 你外面也要擦 里面也要擦 就可以用很久的了 好简单耶